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众组周知 随着斗罗大陆剧情的进展 唐三的实力也变得越来越强了 可以说同辈人当中 已经很少有人能成为唐三的对手了 因为很多人很好奇 究竟采用什么方式 才能打败唐三呢 唐三的弱点又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独孤伯实力不怎么样 但是用毒可以说是斗罗大陆排第一的 五魂也是碧莉射皇 但是唐三的出现打破了这一记录 唐三拥有着前世他们的记忆 在用毒这方面 可以说是超过了斗罗大陆的水平 所以读过博只能认输了 毒对唐三没有效果 那么植物最怕的火总可以吧 毕竟唐三现在的主要五魂是蓝蜴草 植物怕火这是一直以来的定律 不过在史莱克对战制火学院的时候 却发现水火都对唐三没有什么克制作用 更不要说想打败唐三了 简直就是妄想 但唐三即将对战一位风属性魂师 他就是神风学院的冯小天 因为冯小天为了给新少人火舞报仇 一直都想打败唐三 抱得美人归 但最后结局究竟会如何 就让我们期待剧情的发展吧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